這個執行按它,它跳出來 那實際上它是一個錶單 那也就是 它按下它的時候,它是home.show 它的名稱點show 那什麼時候關閉呢? 當它全部跑完之後 所以最後一行會是home.high high的話就是把它 隱藏起來,就關閉起來 OK,那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所以呼叫它 那可是問題呢 那我主要是要把 這個每一筆每一筆記錄的東西 寫到MySQL裡面 所以本來的程式是寫在這個sub裡面 那就必須搬家 搬到哪邊呢? 搬到這個表單的 某一個地方 當什麼時候呢? 特別是當這個表單怎麼樣? 被啟動的時候 所以同時會觸發那些程式嘛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第一個先把那個 我們需要的這個表單給建立起來 第二個的話請特別注意 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寫在 可能把它拉開一點點 讓它不要點這個 不是label 是表單上點兩下 那特別注意 這個表單它是一個 所謂的事件驅動的一個 這個撰寫的方式 所以我們基本上一定會有一個事件 哪個事件呢? 當click嗎? 當然不對 它預設是click 所以記得把它改成叫啟動 就是這個activate 也就是說這個表單被怎麼樣? 被啟動的時候 所以底下click可以把它刪掉 不然的話變成了 當你click它的時候 它才會去做新增資料的動作 不是喔 那裡面要寫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寫我們剛剛 本來應該寫在哪裡呢? 本來應該寫在 這一個我們的 這個這個模組裡面的這個 新增全部這邊的程式 好 那基本上 只留下最後 一行 因為最後一行是新增 我是把最後一行 留在原來的位置 然後呢 把這些東西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activate裡面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把那個 因為我最後寫是寫在這邊 這個是完成的 那寫的方法就是喔 它原來的 原來的東西喔 是 把這個新增全部 這一些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其實全部複製啦 複製下來之後 我是改了一個地方 來改 增加一個什麼 進度狀態率 對不對 然後呢 並且把 這一中間 留下一行就好了 就是最後跳出那個訊息留下來 那把這一些怎麼樣 剪下來 剪下來放哪裡呢 放在那個 這個 我用 Fone2來 來show 就是點他 那這邊記得 把程式貼在這邊來 那可是問題喔 貼在這邊 它會新增 沒錯 而且它也呼叫的到 其實表單也呼叫到模組 因為模組的話 大家都可以呼叫的到 那 可是問題呢 我的 畫面要更新啊 那可是畫面要怎麼更新 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說呢 我需要先把那個 表單 因為我 讓它啟動的時候 那第一個喔 我的那個 狀態列呢 一定要歸零 那所以喔 歸零的方式就是把那個PB 這個PB指的就是我那個有沒有 那個label 它的寬度 點什麼呢 點wise 這個叫viz 這個 它的寬度喔 有沒有 這個viz 把它 等於什麼呢 等於零 它本來不是400嗎 那我把它改成零 為什麼改成零呢 因為它看不到嘛 因為它還沒開始嘛 對不對 零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在什麼時候 要更新它一次 當它跑進來了 並且call 利用ADO新增了一筆資料之後有沒有 那表示它已經 新增了一筆了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PB更新一下 那這個PB 點wise 它這個寬度 等於多少 這個就算數題了 這個算數題的話就是什麼 由誰去更新 由I去 I 必須先把它減掉到 減掉1啊 因為我們 第一筆其實是從2開始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在乘上多少 它的 寬度跟什麼有關呢 總寬度是400嗎 那要分給多少 分給 總共有幾列 有沒有 所以總共有幾列 那就是這個 可是如果用這個 總共有幾列 來除的話 那這邊 變成太長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 在這邊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改成 這邊把它 多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r等於最下面一列 然後這邊就改成r 然後呢 用什麼呢 用這個r 來除以多少 除以 400 好 那每個 等份 假設說 r除 r應該 r在這把 什麼 減1吧 因為 會多一筆 r減1然後 怎樣 除以那個 先把它剪掉 再除以400 那每一個 就是 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我看一下我之前寫的 是不是這樣 因為每次寫的 跟 更正一下 應該是 應該是400去除它了 所以這邊顛倒一下 應該是乘上什麼 乘上那個 剛好顛倒過來 應該是 由 400去除什麼 除這個 因為400 它總共寬度400 分給每一個 所以分下來 每一個 剛好如果200筆的話 那剛好每一個 分到的就是大概 兩個pixel 兩個pixel 所以它這邊 更新兩個pixel 一次兩個pixel 兩個pixel 所以這個多或少的話 會由這個r來決定 反正r減掉1之後 再去分這個400 然後呢 總共分到的就是 它固定的寬度 那我就把它去 更新 就是說 跑一次更新一下 跑一次更新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viz 它如果說每一次你都要更新它一下的話 還必須做 一行 就是 讓那個畫面重畫一下 因為我之前 沒有讓它重畫 發現奇怪 它怎麼都不更新 到最後 整個全部更新 所以特別注意要多加一個什麼 Home.Repend Repend 這個顧名思義啦 就是讓什麼 讓表單 重新再幫你畫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repend 沒有重畫 這個Home沒有重畫 它就不更新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多增加一個歸零 然後呢 再去計算說 每一次要更新多少 再去把它重畫 OK 那你做好之後的話呢 那表單就OK了 記得跑完之後 它要關閉 所以關閉的話就是再加一個Home 點Hi 就是把它隱藏起來 OK 那為什麼隱藏呢 你叫出來之後嘛 跑完了 它的任務結束了 所以它要關掉 如果不關掉停在那邊 不是怪怪的 難 難道還要在使用者幫你關掉嗎 那怪怪的 所以 基本上呢 就是多一個 把這個表單給關掉 那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去把它叫出來 那就是 再把那個 這個地方 加一個 加一個什麼呢 Home 點 秀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這邊再加一個 Home點秀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們主意來跑 因為這樣 Home點秀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就做個按鈕 在這裡 按下它 然後呢 Home點秀 我把它執行 基本上它會跳出來 Home點秀 秀出來了 所以這個表單呢 基本上 就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 然後呢 同時 因為它啟動了 所以呢 它會觸發這個 Active的事件 它啟動了嘛 因為Home點秀 就會觸發 Active的事件 那這Active事件的話呢 因為我們剛剛 就是會先做什麼 目前已經 跑 400 那不對啊 那我剛開始應該是沒有啦 所以是 把它歸零 有沒有 所以 跳出來歸零 然後再怎麼樣呢 再讓它新增資料 所以新增一筆資料 所以這個把它跑上來 新增資料 然後呢 讓它新增一筆記錄 第幾筆 第i i的話是從2開始 所以這邊都是第2列 指的就是這一筆 把它新增進去 新增進去之後的話呢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的總 這個應該知道 i減了 從這個更新一點點 那多少呢 400分之 R-1 所以這個一除之後的話 大概就是 更新一點點 有沒有 OK 然後換 repaint 然後再 也同時更新 Status bar 有沒有 新增到第1筆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這個也放在它的這個上面應該也OK啦 不過沒關係這個自己再去變動一下 然後一直讓它往下 所以 底下的話 就讓它直接跑好了 然後跑到哪裡 跑到這裡 OK 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它就開始跑跑跑 跑跑 不要讓它 太多筆 因為我們1000多筆 可能要 跑 超過一分鐘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會 太花時間的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大概跑個200筆 那200筆跑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它會停在這裡 因為我射中亂點 那因為它已經任務結束了嘛 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 變成使用者要幫你關 怪怪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我幫它關起來 所以 home.high 關起來了 然後就離開 就再顯示一下 然後資料新增 全部 應該什麼 應該什麼 新 全部 這個 OK 沒關係 反正意思知道就可以了 應該是 全部資料新增成功才對 不過這個 不然的話 語法有點怪怪的 資料新增 OK OK好 這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成功 就把這個資料給新增 所以這個整個流程 其實用理解的 你就不用背了 不過前提是 你要知道這個運行的流程 然後呢 再分別把 需要的東西設計出來 所以理論上 一般會先怎麼設計 會先設計這個表單 表單設計完之後 那表單特別之後 我剛剛有把那個 最重要的畫面 包含home 包含就是 這個label 他PB裡面 大概有 這幾個部分要更改 然後再來就是把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user form 就是表單 點兩下 本來click 改成 然後程式都在這裡 因為我這邊 沒有寫註解 自己再打一個註解 這個就是歸零 然後這個就是 每跑一次就更新 百分比多少 每一百分比多少 然後repaint 然後最後再把隱藏起來 OK 這個是 寫在 那個module裡面 這個是寫在表單 畫面還給各位 一下 試一下 因為這個進度狀態 還蠻重要的 未來如果你可能會需要 等待的時候 那通常會需要給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讓使用者比較清楚說 原來你轉檔進度到哪裡了 那我就等一下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尤其像更新資料是 幾萬筆以上的話 那就會等更久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也要把那個 最後的完成結果 把它 放在雲端上 那請各位 自己再去雲端上面找一下 然後再去雲端上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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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